娱乐至死金钱之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7月15日不知道这个日子到底有什么特殊意义 沉寂很久的娱乐圈突然出现三个大瓜 而且这三件事还上了热搜榜 主角分别是关小彤、刘浩存、张新尧 网友们看了之后大呼过瘾 大家都在猜测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一、关小彤被匿名网友爆料 在知乎上有一个关于娱乐圈有什么所谓真实的瓜 有一个匿名网友煞有其事的公开指名道姓的说 关小彤的罪名很多 不但与男友早就分手了 很多人都躲着他 进去是迟早的事 这个消息一出来后 不得不让网友们相信他的真实性 我们都知道造谣是要犯法的 上一次网友指名说事 还要追溯到郑爽生孩子 那一次娱乐圈闹得沸沸扬扬 从这位网友写出的五个罪名来看 每一个都不小影响极大 以前大家说事都是遮遮掩掩 担心事情不真实 最后被举报起诉 但是这位网友连字母代替都懒得用 看起来很是底气十足的样子 所谓三人成虎 不管这事具体是怎么样的 说的人多了 如果本人不出来澄清 假的也会变成真的 由于事情太严重 网络发酵和网络传播速度很厉害 关小彤的工作室的工作人员 在7月15日晚上8点作出回应 太离谱了 造谣没有底线 律师已取证 绝不姑息 看得出来本人很愤怒 这事到现在 肯定不会就此结束 就看关小彤是否真的 对这名网友起诉了 到时候 看法院判决结果 如果处理的不好 很有可能会成为关小彤最大的污点 还会相伴其一生 娱乐明星的清誉 对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关小彤出道很早 这么多年走过来 有过不少的优秀作品 迄今为止也没犯过什么错 估计最大的事就是和陆寒谈恋爱 2.张新尧不雅言论曝光 这个瓜不仅有味 而且有颜色 据好心的网友爆料 男星张新尧不仅要女粉丝的私密照片 准备把女粉丝一个个办了 还在粉丝群里 发了一段长达十几秒的嘘嘘视频 视频中张新尧关键不为漏的坦荡荡 虽说大家找的比较费劲 但是最终还是被落到了双眼 顺便也庆祝吴谦找到了好兄弟 对于张新尧 可能很多人都不熟悉 这个人曾经被网友戏称 以一己之力带动短视频平台的发展 2017年 张新尧发了一条要不要做我女朋友的视频 一下子收获200多万的点赞 成为了初代网红 那个时候帅气的张新尧形象正面又立志 在张新尧和家人的描述下 他简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虽然家里条件不好 但是始终心怀梦想 有了前第一时间给家里盖房子 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真是懂事孝顺又上进 有这样的人设 张新尧能够收获一批粉丝是顺理成章的 吃到了立人设的甜头 张新尧又在节目中树立了一个慷慨大方 乐于助人的形象 在录制创造营2021时 当选手甘旺星诉说自己的不意时 张新尧挺身而出 给了甘旺星一张银行卡 里面有2万块钱 这档节目播出后 很多人都被张新尧圈粉了 然而参加另一档节目时 张新尧却说当时银行卡里没有钱 是空卡 后来他转了2万进去 不久后 在另一档节目中 他又说当时卡里有三四千 不是空卡 不只是银行卡究竟有多少钱来回变 就连银行卡是什么时候办的 张新尧的说法也不一样 时尔说自己早就带着这张卡 时尔又说临时办的这张卡 打脸的次数多了 就不觉得疼了 对于自己这种谎话连篇的行为 张新尧丝毫不觉得尴尬 大概是因为人品不过关 纵使这几年 他发表过个人单曲 为网络剧《青囊转》演唱过主题曲 参加过王牌对王牌等综艺节目的录制 还上过浙江 东方 辽宁三台春节联欢晚会 依旧不温不火 不过不火也有不火的好处 不然早就在去年8月 他大概就被封杀了 2021年张新尧被爆出 2017-2018年期间 用词不文明 毫无顾忌的开黄枪 各种谐音 内涵段子张嘴就来 挑逗粉丝 打擦边球 在选秀节目中 教外国人不尊重女性的方言 种种表现让人大跌眼镜 当时也有人好心提醒张新尧 不过他本人表示 自己又不去娱乐圈 根本不怕黑料 这奇葩的脑回路 难道人品不是每个人都该聚位的 要说张新尧命还挺不错的 他这些行为被爆出来的时候 张哲瀚 霍尊等人的事正闹得沸沸扬扬 吃瓜群众太忙了 实在顾不上他这小透明 他也就因此侥幸逃过一劫 当时张新尧也公开道歉了 表示自己以后会谨言慎行 然而道歉只是给别人看的 不是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 之前只是口无遮掩 今年直接突破了道德底线 从聊天记录看 张新尧公开在粉丝群里 让女粉丝撕发给他裹照 看看哪个身材好 这要求明显不合理 然而居然真的有粉丝撕发了 收到照片的张新尧 直接兴奋地表示 晚上有的玩了 至于怎么玩 玩啥 自行脑补 光看别人不够过瘾 还问大家想不想看他 并邀请女粉丝到酒店 和他一起睡 有没有粉丝真的去酒店 不知道 但是视频张新尧真的发了 这种私密的视频 能随便发 真的玩得挺开的 大概要不是因为尺寸好 发高清图都不会被和谐 都算得上传播不良视频 私聊 私障 自然是满足不了张新尧的胃口了 他直接在群里表示 想和女粉丝视频 不穿衣服的那种 言行如此会三观 依旧阻挡不了女粉丝的喜欢 至于怎么处理这些女粉丝 张新尧更是简单粗暴 全都要 一个个办 虽然人品不行 但张新尧也是有理想的 想要成为idol 还幻想自己成为王一博 张一星那样的顶流 当然什么时候 都不忘损自己的粉丝 直接称呼自己的粉丝为下三滥 从曝光的聊天记录来看 全是无言辉语 素质低下 乌卓不堪 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渣 这种水粉的事 虽然不新鲜 但是很难被人们接受 虽然是你情我愿 但是道德上和人品上 实在难以过关 聊天头像和名字 都很容易被人模仿 也有人在怀疑 是不是被人在背后放冷炮了 毕竟这些都是私人信息 如果不是身边熟知的人 其他外人肯定拿不到这样的截图 不过 网上也有人爆料称 这些黑料和截图 都是他曾经的粉丝踩他干的 这位粉丝之所以要曝光他 就是因为张信尧某次拍照发布 不小心暴露了有女人的痕迹 让粉丝认为他有女人了 于是因爱生恨 不但过分 还处心积虑的要搞死他 虽然这位博主说的事 在网上都能找到蛛丝马迹 逻辑上推理也很合理 7月15日 张信尧的工作室还是辟谣了 这份声明措辞严厉 希望事态不要再扩散 也禁止继续散布 传播不实的言论 但无奈评论依旧一边道 纷纷怀疑张信尧是不是磕药了 大概是没有的 毕竟磕药的多了 没见过这么疯狂的 出了这么大的丑闻 张信尧工作室也放出了声明 表示网上的那些都是假的 并且已经取证 会依法追究责任 对此 很多网友根本不买账 毕竟视频在那里 难道是AI换联 不过 也有人坚持认为张信尧辩解 觉得聊天记录太假 不会有人这样自说自话 除了这些 还有人爆料张信尧微博找人运营 天天熬夜蹦滴打游戏 还不忘半夜卖惨 搞得粉丝 以为他被公司压榨 虽然这两年 他房的明星挺多 但是他成这样的还挺罕见的 大家觉得张信尧是被冤枉的 还是人品确实如此 如果说上面两位的是有点捕风捉影 刘浩存这个热搜 就显得莫名其妙了 根本没有与之相关的直言片语 刘浩存居然是热榜第一 这个太明显了 一看就是有心人买的热搜 虽然刘浩存一直以来都被网友们讨伐 也都不喜欢 但是这次好像真的有点冤枉他了 最为奇怪的是 第四的热搜居然是算什么男人 有好事和细心的网友联想到前段时间 小镇做提加事件 有人怀疑他是出来挡枪的 就是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而已 众所周知 关于一阳前席考编的相关争议 已经过去一周了 而这些争议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任何的回应 似乎想要冷处理 但网友很有任性 没有放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因此 刘浩存 关小彤 张新尧等人的爆热搜 也被网友质疑是一团队为了转移视线而故意买的 当然了 这一切只是网友们的猜测而已 并没有确实的实据 对此 你们对刘关章爆热搜怎么看 里面有真瓜吗 还是三锅演绎呢 好了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